好来看到花莲市中央路磁剂医院前方的路侧 每逢大雨容易发生积水淹水的情况 花莲市公所112年花莲市区的巷道排水沟 以及人行道维护的工程开口契约批次进行了改善 那么在这个路段也增设了3到4处的侧沟及水井 那么埋设寒管连接到排水沟 期盼改善大雨积淹水的问题 花莲市中央路磁剂医院前路段 由于既有排水沟在人行道下沟底高层较高泄水坡度受限 且受行道数串根阻塞排水影响 只要降下短岩时强降雨路旁就容易多处积淹水 造成七七车行经水花四射也影响行人安全 市长威家燕在了解相关状况后 就曾建设客以年度开口契约办理改善工程 日前前往会刊 由于那个中央路磁剂医院前方路侧啊 就是今年几次风灾大雨 那有蛮严重的那个就是路面积水的情况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那个依据之前比较 那个积水比较严重的地方 我们挑选了三处来增设路侧的那个排水影井 希望说那个虽然说这个路侧有蛮多 因为树根影响既有的排水寒管的情况啊 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 就是跟农业相关单位来 那个思考看怎么解决树根的问题 那我们这一次是增设三个排水的寒管跟阴井来加强 这个路段的路面那个排水这样 其实在经过几次会看之后后 那其实我们也增设了几处的一个阴井 希望能够排水顺畅那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反应的民众 还有我们代表会后那也希望说未来在我们城市 这个防不管是防水后或是防灾的这个任性后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后那也要再一次的也要跟我们说市民说后 只要发现住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后能够要改进的 我们会持续的来来做一个改善后 也希望说给用路人一个良好的一个环境 花莲施工所办理112年度 花莲市区向道排水沟及人行道维护工程 开口契约批次进行改善 在该路段增设三至四处测沟及水井 埋设寒管连接至排水沟 以改善大雨激烟水情形 一日开工 于日前陆区施工完毕 魏家宴表示 今年迅期接连豪雨风灾造成激烟水 接获民众反应 完工后希望能够帮助排水更加顺畅 让大雨时机车骑士路过 不用担心变成落汤鸡 记得蒋邦雁华联士报导